918事变之后 清华日军在短短时间内就迅速占领了东北地区 在所谓几时刻下 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大量干部前往东北建立起一支支抗日武装 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周旋 牵制和消灭大量日军的有生力量 从918事变开始算起 东北抗连真正抵抗了日本侵略者14年 今天就来看一下从东北抗连走出的十位开国将军 王明贵少将 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1910年生于吉林磐石 24岁参加革命 于2005年去世 享年95岁 王孝明少将 原第五机械工业部顾问 1908年生于辽宁昌图 23岁参加革命 于1991年去世 享年82岁 朱光少将 原基建工程兵副主任 1914年生于山东辽城 18岁参加革命 于2001年去世 享年87岁 孙三少将 解放军原装甲兵顾问 1915年生于黑龙江宁安 19岁参加革命 于1999年去世 享年85岁 李金浦少将 原传博工业总公司 第七研究院副院长 1908年生于黑龙江宁安 24岁参加革命 于2000年去世 享年93岁 李中奇少将 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1913年生于辽宁建平 23岁参加革命 于2003年去世 享年90岁 高体前少将 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11年生于辽宁建平 21岁参加革命 于1998年去世 享年87岁 彭诗鲁少将 原国防科工委司令部顾问 1916年生于河南武智县 18岁参加革命 于2009年去世 享年95岁 季廷谢少将 原海军航空兵参谋长 1912年生于黑龙江东宁 20岁参加革命 于2009年去世 享年97岁 王敬敏少将 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1918年生于河南洛阳 17岁参加革命 于2003年去世 享年86岁 以上是部分从东北抗联 走出的开国将军 在14年间 东北抗联遭到日伪军的 围追堵截 损失惨重 像杨敬宇 赵上志等名将 都血洒疆场